大家好,我是今天假日酒店 龍丸中菜廳副總廚,陳冬冬師傅 今天為大家示範拆大隻蟹 首先我們先吃蟹腳 因為蟹腳容易凍,蟹身容易暖 這樣我們就剪掉蟹腳 兩邊都剪掉 然後我們用蟹籤 把小邊通過去,就看到蟹肉了 你可以拔出來,就可以一條條地拿出來 放在這裡 到吃蟹籤,我們一樣剪開它 很容易就攪到了 這樣就可以了 再把它剪一剪 一開整塊 再不可以,我就拿蟹杯 把它剪出來 到蟹身了 好,我們先把它剪掉 先把它剪掉 然後拿一個籤,很容易 一叫它就開了 然後通常呢 有個芯的,芯是比較寒的 找到它了 我們就拔它出來 來 然後到蟹膏了 可以很容易吃到蟹膏 很漂亮 我們可以不勒食 一根根的不勒食 肺部也是不吃的 因為肺部很骯髒 呼吸的 我們把它剪掉 剪掉了 兩邊都剪掉 它 中間還有一個芯 我們都是不吃的 我們就把它剪掉了 大家看看 然後呢 很容易很簡單 兩邊剪開它 蟹膏多漂亮 然後呢 我們就一根根根 可以不勒食 把它剪掉了 幫它剪開它 剪完了 我們就打開它 打開它 看見是梳梳的蟹肉 梳梳的刮出來 通常吃完大閘蟹 是比較寒涼的 最適合是配一杯薑茶 如果喜歡吃大閘蟹的人 多些是龍丸 你會不會讓我回家 你會不會不斷 那裡 我會不會再改變